我国每天新增6名线衰竭病患 人数呈上升趋势 全国肾脏基金会的夜间起肾床位 将在3年内从目前的36个增加到250个 方便患者通宵起肾 相较于4个小时的日间起肾 6到7个小时的夜间起肾 能让病患以比较缓慢的速度 清除体内淤积的毒素和杂质 减轻对心脏的负担 除此之外 他们也可以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 在洗肾中心接受治疗 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 越来越多原本健康的人 患上慢性疾病 许多人病情进一步恶化 最终导致肾衰竭 王以康表示 全国肾脏基金会目前有41个洗肾中心 会满足不断增加的洗肾需求 未来几年会开设更多中心 政府也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